爸妈说要收养邓泱泱的时候 我麻溜从家里搬了出去 位置我腾出来了 以后她就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咱们有缘再见 身为团宠纹理的炮灰女配 这一事我决定摆烂 邓泱泱要抢我爸妈 给她 抢我哥哥 拿走 抢竹马 免费送 哦喝 这下他们傻眼了 邓泱泱和竹马结婚的那天 我死了 灵魂飘在半空 我来到了他们的婚礼现场 婚宴设在一家五星级酒店 现场布置得很豪华 很梦幻 不得不说 我爸妈可真舍得为她花钱 在一阵轻松愉悦的气氛下 我看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和哥哥 一个一个上台 朝那对新人说着 温馨又感动的祝福 他们在一起聊天 拍照举杯供饮 直到我哥顾一周 接到警局打来的电话 两分钟之后 他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知道了 随后挂断 哥 谁打来的电话 邓泱泱一袭纯白色梦幻美的婚纱 语气透着点撒娇 没谁 顾一周轻摇头 宠溺地看向她 为了不影响邓泱泱的心情 她甚至对她隐瞒了我的死讯 实际上 这完全是多此一举 因为临死之前 邓泱泱还和我通了电话 就是她示意她的封批追求者 将我捅死的 这个婊子 怎么会不知道我已经死了呢 邓泱泱抬眸 朝顾一周笑得灿烂又愉悦 谢谢你 哥哥 谢谢你和爸爸妈妈为我做了一切 我真是好爱好爱你们 Fuck 即便是当了鬼 我都控制不住自己抱粗口 邓泱泱惯会说这些肉麻兮兮 又毫无卵用的场面话 反正不要钱 还能哄得这些白痴们对她死心塌地 何乐不为呢 顾一周果然感动不已 她紧紧拥住邓泱泱 又在她额头上轻轻一吻 不用谢 泱泱 你值得这所有的一切 两人会心一笑 我气得实在看不下去 冲过去要很踹一脚顾一周时 眼前的景象突然变换 好似在放电影一般不断切换 一阵头晕目眩之后 我重生了 我重生在16岁 一家人搬到江景别墅的那天 邓泱泱是我爸好友的女儿 她亲生父母车祸去世 因无人愿意收养 她在当地某孤儿院住了几年 之后辗转被我爸找到 彼时刚来我家三个月 她身世可怜 却坚强不屈 她孤苦无依 却善良可爱 没有人不爱她 来我家短短三个月 因为不舍得一直让邓泱泱住在阁楼 爸妈竟然为了她置换房子 买了一套江景别墅 而我就重生在这个时候 耳边响起爸爸兴奋的声音 好了 孩子们 去挑选你们自己的房间 除了爸爸妈妈的主卧不可以 其他都行 我想起来了 搬到新家这天 父母让我们各自挑选房间 邓泱泱和我都看中了 二楼朝南的那间房 不仅有豪华浴缸 还有大大的落地窗 对面便是波光淋淋的江景 思极此 我果断走上二楼 我要这间 在我对爸爸说出这句话之后 邓泱泱也走了上来 她的表情瞬间亮了 哇 这个房间太漂亮了吧 妈妈 我能住这里吗 爸爸愣了愣 我早已料到邓泱泱的反应 梁梁说道 你耳朵聋了 我说这间我要了 听到我毫不客气的反驳声 邓泱泱立刻露出慌乱的表情 对不起 姐姐 我真的没有听到 姐姐喜欢这间就给姐姐好了 其实我住哪里都可以的 比起以前在孤儿院的房间 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爸爸妈妈对我这么好 我真的好怕以后不能报答你们 又是这套茶言茶语 明明听起来假的要命 偏偏有人感动得一塌糊涂 欣妍 要不然 你把这个房间让给泱泱 你住楼下吧 爸爸犹豫一下 对我说道 妈妈也在一旁帮腔 是啊 欣妍 其实楼上跟楼下的房间 差不了多少 泱泱她真的很可怜 一模一样的情节 一模一样的话语 只是不同于上辈子 我震惊又错愕的心情 这一事我已经心如止水 爸妈 你们搞清楚 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他们俩对视一眼 爸爸接着又道 心一言 我和妈妈决定正式收养泱泱 从今天起 你们俩都是我的乖女儿 邓泱泱不可置信的捂住嘴巴 泪盈于结 真的吗 爸爸妈妈 你们真的愿意收养我 顾一周也是一脸意外加惊喜 你们要收养泱泱了 妈妈满眼慈爱 十分肯定的点头 泱泱 这下我真的要变成你妈妈了 邓泱泱扑上我妈怀里 大颗大颗的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滑下 呜呜 妈妈 谢谢你 谢谢爸爸 我真的好爱好爱你们 哦 我控制不住的干呕了一下 由于声音特别大 众人都朝我看过来 顾一周猝紧眉头 尤为不悦 顾心言 你这是干嘛 不好意思 我抱歉的摆摆手 我可能是怀孕了 话音一落 众人瞪大眼睛 突然想起这个时候的自己才16岁 懊恼的拍下额头 说错 我的意思是我可能吃坏肚子了 爸爸妈妈的表情有点一言难尽 邓泱泱眼泪流到一半 情绪突然被我整没了 神情怪怪的 既然你们要收养邓泱泱 那我就搬出去吧 这个房间我也不要了 位置我腾出来 以后 她就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咱们江湖再见 说爸 我推着自己的行李箱就要走 顾心言 爸爸生气的将我喝住 你不要太任性 谁任性了 我只是 不想再当炮灰女配 不想这辈子 再落个众盘亲离 惨死街头的下场 爸 我是认真的 有邓泱泱就没我 有我就没邓泱泱 你和妈妈自己决定吧 心言 泱泱她哪里惹着你了 你怎么变得这么自私 妈妈也拉下脸来 训斥道 有了我的鼎力相助 邓泱泱的情绪又回来了 她眼眶泛红 泪如雨下 爸爸妈妈 你们千万不要 因为我和姐姐吵架 我不值得 够了 顾心言 顾一周一把将邓泱泱拥在怀里 朝我大声吼道 快跟泱泱道歉 马上 道你大爷 我翻了个白眼 不愧是团宠了女主 轻聊淡写一句话 我哥就沦为她的走狗 难怪上辈子 我不是她对手 这辈子 老娘不干了 泡灰女配又怎样 难道我不能罢工吗 我不能离这家人远点吗 我不能去寻找自己的春天吗 此处不留也 自有留也处 拜拜了 大哥 要道歉你自己慢慢道吧 我可不奉陪了 许是见我来真的 我爸拧着眉 顾心言 你还未成年 我们对你是有监护权的 的确 我没有成年 如果我成年了 第一件事就是把户口牵出去 才不要跟他们啰里巴缩 让我继续留下来也可以 第一我不同意你们领养邓泱泱 她只能在我们家暂时住下 第二这个房间必须给我 没有商量 我爸没说话 安静地注视着我 过了好一会儿 她才沉着开口 领养泱泱的事情 我跟你妈妈已经下定决心 不会再改变 至于房间 心言 你拥有的已经够多了 为什么一定要跟泱泱争 尽管结果已经在我预料之中 心脏却还是不可抑制的抽筒起来 我拥有啥了 原来我倒是拥有爱我的亲生父母这哥哥 可现在没了 被邓泱泱抢走了 如果再不撤 我又会落下跟上辈子一样的结局 眼睁睁看着邓泱泱 攻略我的父母哥哥竹马 团宠文女主 Happy Ending的那天 就是我暴示街头的日子 我叹口气 那就没得谈了 对不起 爸爸 是你先不要我的 以后我的人生也跟你没有关系了 我爸终于动怒 声色俱力地说道 顾心言 你听不懂好话打话是不是 如果你今天走出这个门 就永远别再回来 心言 赶紧跟你爸爸道歉 要不然我也帮不了你 妈妈黑着脸 瞪视着我 原本柔柔弱弱 靠在顾一周怀里的邓泱泱 文言睁着一双朦胧的大眼睛望着这边 某我赫然闪过一抹得逞的笑 他甚至没有隐藏 上一世 我经常在他脸上看到那种笑容 在我距离力争撒泼打滚 却还是没有赢得这个房间时 他便是这样对我笑 以至于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邓泱泱住上这所房间时的雀跃与欣喜 姐姐 谢谢你对我这么好 呜呜 我真的太喜欢这里了 嘴巴虽然在道谢 可我分明在他眼我看到了得意 是那种打了胜仗后的喜悦与得意 爸妈带着他与顾一周出去旅游 却没有带我 回来之后 顾泱泱茶里茶气地对我笑笑 姐姐 爸爸妈妈是怕耽误你下周的英语考试 才没有带你去的 你不会生气吧 要考试的人并非只有我一个 他和顾一周同样要考试 就因为只能订到四张机票 我的亲生父母竟然选择带这个养女去旅游 而不带我 事后 我难过地询问妈妈为什么要这样做 心言 北海你不是已经去过了吗 泱泱他一次也没出去旅游过 你不觉得他很可怜吗 又是这句话 邓泱泱可不可怜 关我什么事 又不是我让他变成孤儿的 那顾一周呢 他也去过了 妈妈一时说不出话来 只能妥协道 要不然下次出去旅游的时候 爸爸妈妈再给你补上 天真的我相信了 世界上哪有不爱亲生女儿爱养女的父母呢 可事实证明 有 并且还让我遇上了 爸妈开始经常性把我忘掉 他们带着顾一周这邓泱泱一起去看电影 等到晚上回来了我才知道 一家四口驱车去野外郊游 几个礼拜后 我才听他们说起此事 邓泱泱越来越喜欢在爸妈面前撒娇 因为很管用 今天说想要iPad 明天爸爸就给他买了回来 早上说想要某个包包 晚上妈妈就当礼物送给了他 他在爸妈心中的地位早已超过了我 零花钱比我多得多 顾一周更甚 直接变成了宠类狂魔 当然 宠的可不是我 他领着邓泱泱认识他的同学朋友 每次打球回来都会带一杯 对方最爱喝的珍珠奶茶 砸钱带邓泱泱去看他爱豆的演唱会 因为邓泱泱不喜欢小猫 他甚至说都不说一声 就把我养了好几年的小猫拿出去丢掉 我哭得伤心欲绝 我的好哥哥只是云淡风轻地说一句 那种畜生有什么好养的 上次差点抓伤泱泱的手 早就该扔了 事实上 我的小猫一直都很乖 如果别人不招惹他 他根本不会攻击别人 我越来越讨厌邓泱泱 家里的其他成员却越来越喜欢他 钱是 我一直搞不明白怎么会这样 直到临死前 我才弄清楚 原来邓泱泱泱是团宠文女主 而我是炮灰女配 顺风顺水十五年 一切都是在为他的出现做铺垫 这一事 我坚决不会再忍了 左右不过一个死 我倒要看看 自己不按剧情走的话 他这个团宠文女主 还会不会有 happy ending 道歉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不会道歉的 爸妈 你们保重 半个月后 我搬上了A市最富盛名的富人区 一号公馆 在这个平均房价 高达四十万美平米的地方 我见识到了 什么叫寸土寸金 身着一席白色优雅长裙的女人 言笑艳艳地朝我走过来 心言 干妈 我裂开嘴角 朝对方笑得十分灿烂 行李都带过来了吗 就这么点 都带过来了 我的东西本来就不多 好 我让阿斯带你去三楼房间 谢谢干妈 路易斯跟我一样大 今年初三 个子却比我高了一届 至少一百八十三 生的那叫一个贱眉星目 风度翩翩 属于那种标准的有钱人家的少爷 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气质 就只有四个字 金贵疏离 他哥路易循的气质 倒是要温润一些 看起来更斯文一点 两兄弟的颜值都很逆天 迷死人不偿命的那种 难怪有钱人都喜欢取明星做老婆 至少下一代的颜值有保证 要知道 路夫人当年可是以石破天惊的美貌 杀出重围 当选那一届的选美冠军的 电梯抵达三楼 推开房门 饶氏早已有心理准备 我还是被眼前的一幕震撼到 这房间简直是到我能在里面跑步 奢华的水晶吊灯 典雅复古的欧式大床 隔着玻璃就能将全城的夜景收至眼底 不愧是价值八个亿的豪宅 我朝路易斯玩耳一笑 谢谢二少爷 对方微微汗手 许是觉得过于冷淡 又诞生回了一句 不客气 路易斯走后 我走到落地窗前 四下一片静谧 远处却是霓虹灯闪烁 万家灯火 美不胜收 真没想到 咱们A城还能有这么幽静甜淡的地方 这的风景 可比我们家那个江景别墅强多了 不得不感叹一句 有钱人的生活真是朴实无华 这两天是期末考试的日子 之前我谎称自己摔断腿 跟班主任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考完试 意味着我的初中生涯也就结束了 刚走到校门口 我就见到了我爸的车 看来是送邓泱泱来考试的 他骤我同级 半年前转入到这所学校 真是我的好爸爸 姐姐 这要瞧 邓泱泱看见我 愉悦地挥着小手 我爸的视线落到我身上 原本温柔慈爱的表情 瞬间变得十分冷烈 我知道 他在等我向他乖乖低头认错 然后深刻忏悔前些天的行为 最好还要痛哭流涕地 祈求得他的原谅 随着我的脚步越来越近 顾叔叔好 话音刚落 对面的人脸色铁青 目光疏地腾起怒火 顾心言 你什么态度 我怂怂肩 看来我不应该打招呼的 下次见到当陌生人就行了是吧 我爸目光灼灼瞪着我 看起来对我失望至极 顾心言 如果三天之内不搬回家 以后都不用回来了 好的 顾叔叔 说吧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中午吃完饭 我回到教室 邓泱泱正在邀请全班同学 去参加他的生日派对 同学们接过邀请函 纷纷露出艳线不已的表情 哇塞 邓泱泱 你家居然在盛市江南 那里的房子不是很贵吗 岂止是很贵 我爸爸说那里都是别墅区 一套房子最少也要两千万 邓泱泱 你家不会是别墅吧 邓泱泱捂着嘴巴 奄然一笑 我家的确是两层哦 而且对面就是江景 哇 我要去我要去 长这么大我还不知道 江景别墅长啥样呢 我也要 我也要 一时之间 教室里热闹得不得了 过了好一会 邓泱泱拿着邀请函走到我面前 眉宇间透着春风得意 姐姐 你会来参加我的生日派对吗 我对上他洋洋自得的表情 不假思索地接过来 好啊 对方的笑容卡壳了 手里的邀请函也紧紧拽着 不愿松开 我就知道邓泱泱只是想在 我这走个过场 炫耀一下 顺便再给我添点赌 他才不乐意让我去参加 他的生日派对呢 到时候我随便跟爸妈打招呼 那他养女的身份不就露线了 他可不会干这种事 我语代讽刺 不是让我去参加你的生日派对吗 你倒是松手啊 邓泱泱笑得有些勉强 姐姐如果你没空的话 也可以不去的 谁说我没空 我有空得很 他的手仍旧没有松开 故作为难的表情 我只是怕到时候 姐姐突然出现在家里 又会惹得爸爸妈妈生气 他们这两天 好不容易心情好一点 我朝他冷冷一笑 你会不会管太宽了 他们可是我亲生父母 邓泱泱沉沉望着我 眼我虚伪的笑意消失殆尽 他这会儿也顾不得装了 你还不知道吧 爸爸妈妈已经决定 让我去汉林学院读高中了 既然你自己主动放弃这个家 就应该滚得远远的 何必再回来自取其辱呢 我一点也不意外他的话 上一世 邓泱泱就读的便是汉林高中 这所以学费昂贵和师资强大 闻名于全国的贵族高中 一期学费三十万 一年六十万 故一周比我们大一姐 也在汉林高中 他们俩一年光学费就得上百万 为什么说是他们俩呢 因为我不在呢 我就读的是一所十分普通的高中 因为我的成绩好 他邓泱泱成绩差 心一言 你的成绩好 去哪念都是一样的 泱泱就不一样了 他要是不趁这三年 好好拼一把 将来大学都考不上 听说汉林高中 请的都是金牌教师 妈妈爸爸 决定把泱泱转到那所学校去 这是我亲妈上辈子对我说的话 也是她和我亲爸 对我做过的事情 我哭闹反对 甚至绝食都没有换得 他们改变主意 最终 他们坚定不移的 给邓泱泱在汉林学院报了名 说出去都没人相信 让杨女去念学费 六十万的贵族高中 亲生女儿去念学费一万块的普通高中 关键一家人都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 每晚在餐桌上 听顾一周和邓泱泱 讨论贵族学校里各种有趣的见闻 比让我行刑还痛苦 后来 我索性在学校寄宿 再也不回家 回忆结束 我正要对邓泱泱嘲讽两句 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传来 泱泱 邓泱泱目底情绪一闪 望向我的眼睛掠过一抹怪异 下一秒 她整个人往后倒下去 江沉急促的声音传来 顾心言 你做了什么 不得不说 邓泱泱这个小婊子还是有点东西的 又被她摆了一道 被江沉搀扶起身后 邓泱泱眼眶泛红 一边抹泪一边委屈地哭诉道 江沉哥 我 我就是想请姐姐参加我的生日派对 顺便找个机会 让她和爸爸妈妈解除误会 能够重新搬回来住 可是姐姐二话不说 就将我推倒在地上 江沉恶狠瞪着我 语气极为不齿 顾心言 你是不是有病 看着这个不久之前 还与我形影不离 无话不谈的竹马 如今却是一副厌恶 厌恶到看都不想看一眼的地步 我收起情绪 眼神冰冷 对呀 你有药 她语噎了一下 随即恼羞成怒地放话 我警告你 不要在学校招惹泱泱 她不是这么好欺负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欺负她了 我两只眼睛都看到了 江沉哥 算了 邓泱泱拉住气急败坏的她 一边轻咬嘴唇 一边楚楚可怜地说道 姐姐应该是还在生气 上次我把她写的情书拿给你的事情 对不起 姐姐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想助你一臂之力 觉得你喜欢江沉哥 就应该让她知道 江沉闻言 某我浮出一抹恍然 语气更显鄙夷 顾心言 我跟你是不可能的 我喜欢的人是泱泱 拜托你别再自作多情了 周围不断想起怯怯思语 有人一脸幸灾乐祸地看着我 怎么回事 顾心言跟江沉告白了 好像还被拒绝了 这是什么剧情 青梅不及天降 嘖嘖 大型修罗场 今儿算是让我给遇上了 我看着邓泱泱 她的表情天真无辜地像一只小鹿 眼神却满含得意于挑衅 她来我家的第二个月 就从我房间里 拿了一封情书递给江沉 那是我年前写下 准备用来向江沉告白的 因为种种原因没有递出去 结果邓泱泱压根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就私自送了出去 事后还打着喜欢一个人 就应该大声告诉全世界的口号 我觉得 她大概真的把我当成白痴在耍 团宠了女主是吧 好啊 接下来我们就斗一斗好了 两个月暑假很快过去 开学日到了 汉林高中门口豪车云集 全是送学生开学的 王叔恭恭敬敬地替路易斯拉开车门 随后又要走过来 不用了 王叔 我自己来 我朝对方笑笑 从宾利车上走下来 来到路易斯身边 故意挽起他的手 触及对方微微错愕的目光 我挑了挑眉 二哥 干嘛这么看着我 只是短短两秒 路易斯的俊脸恢复淡然 任由我挽着他的手 没什么 周围有不少新生 纷纷朝我们俩看过来 交头接耳地讨论着 妈呀 这个男生是谁 长得也太对我胃口了 快快快 三分钟 我要他的全部资料 他旁边的女生是谁 该不会是他女朋友吧 呜呜呜 我好像失恋了 应该是妹妹吧 他不是叫他二哥 路易斯的身份太显眼 开学第一天就被人扒得干干净净 附带着我也成了话题女王 第一节课刚下 同桌周雪 抑制不住他熊熊燃烧的八卦之魂 迫不及待地向我求证 新颜 你和路易斯是亲兄妹吗 不是哦 我是被领养的 我摇摇头 坦然回答道 对方瞬间激动起来 哇塞 你这是什么 天生谨礼命 居然被我们校董夫人领养 他们家还缺孩子吗 我也想被领养 我有点好笑 好 晚上我回去问问我妈 如果校董夫人不缺孩子的话 你就帮我问问你二哥 他缺不缺女朋友 我什么风格都能驾驭 玉女罗莉林家girl 统统不在话下 周雪眼睛里不断冒出星星 没问题 还有还有 如果你二哥不喜欢我这款 你能再帮我问一下大哥吗 我真的暗恋他很久很久了 从上辈子就开始了 求求你给我一个当你大嫂的机会 小姐 你会不会太贪心了点 不知不觉到了中午 班上的女生 差不多都在我这混了脸熟 一连好几个人问能不能和我一起共上午餐 以前倒是没发现 交朋友能这么简单 尽管我什么都没做 但他们俨然已经把我当成我新人物 吃饭时 我左右两边的位置以及对面 全部坐满人 看得出来 这些女生们各个家境不菲 手腕上随便一块表都是汉林学院一期的学费 就连叽叽喳喳嚷着要让陆夫人领养的周雪 她爸爸竟然是大洋集团的董事长 公司是值超百亿 而人家还是家里的独生女 眼下 这位周大小杰正变着法的向我打听陆一旬的事情 顾心言 一个突兀又意外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我抬眸 撞上邓泱泱那张困惑不已的脸 她这一个短发女生并排走在一起 手里端着饭 应该是在找位置 嗨 好巧 我漫不经心地打了个招呼 随即又这旁边的周雪说起刚才的话题 邓泱泱并未离去 一脸古怪地看着我 她似乎有些搞不清楚状况 眉头青醋 你在这干嘛 她这个问题问得挺搞笑 我不得不再次抬眸回答她的问题 当然是在吃饭 不然干嘛 邓泱泱吃笑一声 语气十分轻蔑 别告诉我你也在这上学 这句话嘲讽的意味太明显 有人奇怪地看向她 你谁呀 周雪面露不悦 邓泱泱站直身躯 你又是谁 你管我是谁 有没有礼貌 没看到我们在说话 你 邓泱泱正要回击 却被身旁短头发的女生拉住 并隐晦地朝她摇摇头 对不起 周小姐 我们不是故意打扰你们的 短发女生对周雪挺忌惮的 诚诚恳恳到完歉 赶紧拉着邓泱泱走了 两人在很远的位置上坐下 邓泱泱眸色沉沉 视线时不时落在我身上 放学的时候 我在二楼走廊处等路一丝 邓泱泱像是早就埋伏在这里似的 一把将我拽到楼梯间 顾心言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摁灭手机 语气慵懒 什么 她一脸荒谬语不可思议 你什么时候变成笑懂的女儿 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 我懒得理她 转身要走 却又被她拉回来 邓泱泱唇边泛起一抹冷笑 你难道不想看看 如果爸爸妈妈知道 你变成了我们学校笑懂的女儿 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 谁管他们什么样的表情 我早就跟你们家断绝关系了 我悠哉悠哉的耸耸肩 接着又道 这招还是跟你学的呢 别人的爸妈就是像 邓泱泱被我反呛 瞳孔我闪过一抹灵力的情绪 我没在做逗留 朝他挥挥手潇洒离去 我和路易斯走出校门时 王叔的车已经停在路边 心言小姐 您的奶茶 王叔替我开门前 从坐架杯拖出 拿过一杯还带着温热的奶茶 我只是在早上提了一句 路口新开那家店的奶茶挺好喝 没想到对方居然记在心上 谢谢王叔 我甜甜道谢 不客气 我想到什么 转头问道 路易斯 你要不要尝尝 真的很好喝 无缘无故被Q的路易斯 一脸抗拒看着我手里的奶茶 不要 尝尝看吗 对方坚决地摇摇头 好吧 不要算了 车子经过下一个路口时 我觉得有点闷 随手按下车窗 刚偏过头 就看见邓泱泱和顾一舟 站在公交站牌下面 两人正在等公交车 我爸 不是 顾鸿斌这两年虽然赚得不算少 但家里刚刚置换了大房子 邓泱泱和顾一舟一年的学费又不低 房贷加学费 他身上的担子可不小 想来是绝对不会有多余的钱请司机的 只能委屈一双儿女坐公交车了 邓泱泱看到车里的我 脸色微变 一双眼睛目光灼灼 手握成全 顾一舟则十分诧异 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喊出了我的名字 顾欣言 真是晦气 我朝他俩翻个白眼 毫不犹豫地关上车窗 绿灯亮起 车辆急迟而去 周三 下午最后两节是社团活动时间 我所在的社团是动漫社 被周雪生拉硬拽报名的 反正也只是打酱油 无所谓了 动漫社社长是一位戴眼镜的高三学姐 她表示未来一年自己要准备高考 接下来可能会很忙 所以她需要招聘一名助手 以便处理一些日常事宜 有人自愿报名吗 一番询问过后 角落里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 我愿意 我寻声望去 竟然是邓泱泱 也是 她向来喜欢懒这种活 既能出风头 又能行使一些特权 OK 就你了 社长一锤定音 所有成员到齐后 社长又对大家说 每逢新学期开学 汉林学院动漫社都会举办一次cosplay晚会 这次也不例会 今天召集大家 就是借此讨论 这次cosplay的活动场所定在哪 下面顿时就热闹起来 有人提议去租个酒店 还有人提议租个轮船 社长 要不然去我家吧 邓泱泱又开始了她的骚操作 自从她们一家人搬上新房子后 她好像很喜欢跟人炫耀那座将井鼻墅 比如以前 又比如现在 我在心底嘲笑邓泱泱 好歹也是团宠文女主 她的眼界可真是比儿童泳池还要浅 她好像还没意识到 自己与这些同学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社长听到她的提议 没有多做考虑就同意了 毕竟去外面租场所是要花钱的 既然有人提供免费的场地 何乐不为 cosplay晚会场所既然定在顾家 我当然是不会去的 结果在动漫社第二次社团活动的时候 我就听到了成员们的集体式吐槽 天啦 他们家还没我家的车库大 当初怎么好意思开口的 就是 而且连一个庸人都没有 吃个东西还得东跑西跑 快别说了 岂止没有庸人 连司机都没有 那天晚上我爸的车跟人撞了 我们家司机要去做笔录 我想让邓泱泱他们家的司机送我回去 结果他居然跟我说他们家没司机 你能想象吗 我穿着一身兔女郎的衣服 自己在网上打车回去的 丢脸死了 真的好没劲 白白浪费了我之前在韩国定制的衣服 没待三分钟我就跑了 几个女生吐槽完 怨声载道地从洗手间走出去 我打开水龙头 看到最里面的隔肩被推开 瞪泱泱的脸黑得像一块碳 夹杂着屈辱与愤慨 全身僵硬地从里面走出来 两人视线相撞 他的表情更难看了 我神色自若地洗完手 正准备出去 顾心言 他粗暴地将我喝住 我站定 冷冷看着他 邓泱泱耿着脖子 神色鄙夷 我就算混得再差也比你强一万倍 我有妈妈疼 有爸爸爱 有哥哥虫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理解他刚刚受了刺激 心情不好 但谁给他的脸 竟然敢发泄到我头上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那种穷鬼爸妈也就你当个宝 谁还没有哥哥 就顾一舟那样的 给路易斯舔鞋 人家都嫌他的舌头粗 你还没见过我大哥路易循呢 跟他一比 顾一舟 连毛坑里的蛆都不如 邓泱泱面容扭曲 心中的恨意再不掩饰 几乎是目自欲裂地瞪着我 我倒是极为享受他此刻的模样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不属于自己的阶层 就不要强行融入了 咱们汉林学院也是分等级的 你到底在哪一等 心里应该有点数吧 邓泱泱明显被这句话气得不轻 反手就要朝我劈过来 却被我一把拽住手腕 你最好想清楚一点 自己现在能不能惹得起我 对方死死咬住嘴唇 没有动作 我轻蔑地朝他冷哼一声 大概是收到的吐槽太多 社长不得不宣布 今年动漫社COS晚会重新举办 大家踊跃发言 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 在汉林高中参加COS晚会 我跟各位一样 都希望能举办的隆重盛大一点 社团成员们再次欢呼起来 纷纷开始献祭 如果有社团成员愿意为大家提供场地 实在好不过 但是场所最好能够大一点 看来我们社长大人 是充分吸取到上次的能训 周雪文言 一脸雀悦地看向我 心言 要不你跟校董夫人说一说 让我们去你家办派对吧 这辈子当不成你的大嫂跟二嫂 我只想在死之前 能踏上一号公馆那片神圣的土地 你能满足我这个愿望吗 看着他耍宝式的表情 我有点好笑 想了想 还是点点头 行 我跟我妈说一下 这下他傻眼了 你说真的 嗯 我们家还挺大的 应该能够满足社长说的条件 周雪激动地直叫唤 靠 那可是一号公馆 能不大吗 那里就没有低于两千平的房子 社长听完周雪的话 喜出望外 真的吗 心言同学 你真的愿意让我们去你家办派对 我得先跟我妈妈说一下 不过问题应该不大 一时间 尖叫声差点先破屋顶 大家欢呼雀跃 纷纷讨论那天要穿什么 心言 心言 你大哥喜欢哪个角色 快快快 告诉我 周雪迫不及待摇晃我的胳膊 他喜欢爱莎公主 我胡周道 真假 嗯 有人耳朵挺尖 赶紧凑过来 那你二哥呢 他喜欢 安娜 众人唏嘘 此时的我还没意识到 这两句不负责任的话 就像两针鸡血 扎上了姑娘们的胳膊上 陆夫人很爽快地同意我的请求 还热情地询问 我要cost哪个角色 这个我还真没想好 你同学他们呢 说到这个 不清楚 但应该会有爱莎公主 这安娜公主 迪士尼公主吗 OK 我知道了 我会叫人帮你准备晚礼服的 保证让你惊艳全场 陆夫人拍拍我的肩膀 信心满满 谢谢夫人 出于谨慎 我还是多说了一句 不过最好不要太夸张了 我怕我驾驭不了 没问题 那我可以cost毒皇后吗 对方玩心大起 真是不管多大的女人 都有一颗少女心呢 我笑道 当然可以 对方开始热烈讨论我的角色 你觉得爱莎公主怎么样 王子一个真爱之吻 就能将她唤醒 多浪漫 我在帮你安排一个超帅的王子 其实仙杜瑞拉也不错 谢谢你 陆夫人 我由衷道谢 傻孩子 对方摸摸我的额头 我要谢谢你才对 派对当晚 整个陆宅 差点变成电影冰雪奇缘的发布现场 到处都是爱莎公主 这安娜公主 看到周雪一比一还原爱莎公主的造型 隆重出场时 我愣住了 妈呀 新颜 你今天也太美了吧 所以你扮演的是哪位公主 好像是睡美人 呜呜 这条裙子太漂亮了吧 简直快要闪瞎我了 而且我怎么觉得好眼熟 别说她 我自己都不敢看镜子 尽管我跟陆夫人提了又提 裙子不要太夸张 但她好像没有听上去 这条裙子是陆夫人前几天 从国外某个收藏家手里购买后 加急空运过来的 曾经还在一部童话电影里出镜过 谢谢 你也很美 你大哥陆一旬 今天有在家吗 周雪真是时刻不忘掉男神 她说 今天会回来 应该快到家了吧 我这周雪聊了两句 不断有人走过来 跟我打招呼 女生们无不胜装出席 乍一看 还以为置身于童话世界 没过一会 我就看到了邓泱泱 她穿的是一条墨绿色长裙 头上绑着一条简单的发带 我也不知道她cost的是谁 但那条裙子看上去 显得十分平庸与廉价 应该是在网上购买的 与周围那些设计精巧 名艳华丽的裙子一对比 瞬间就失去了可比性 她扮演的谁 灰姑娘吗 应该是还没有变身 在厨房里烧火的灰姑娘 有人毫不掩饰地嘲笑 邓泱泱试图忽略掉别人的目光 故作镇定地走上大厅 当她的视线落到我身上时 整个人有一瞬间的失神 眼神足足在我的裙子上 停留了半分钟 一种叫做妒忌的东西 疯狂占据邓泱泱的脸颊 让她美丽的五官 快要扭曲变形了 我淡然欣赏着她的反应 心一言 轻烈的声音在另一侧响起 我寻声望去 一张温润如玉 极其漂亮的脸出现在眼帘 是陆以旬 大哥 我快步走过去 朝对方灿然一笑 陆以旬微微打量我 爱洛公主 她居然知道 我今天COS的角色 嗯哼 好吧 晨来迟了 我被她的话逗笑 本公主原谅你了 一会儿能赏脸跳个舞吗 那得看你有没有诚意 陆以旬眼尾略挑 一双桃花眼深邃似弹 唇边样着温润的浅笑 幸好我今天有准备礼物 说吧 她不知道从哪变出一条 耀眼璀璨的珍珠项链 我着实意外到了 不会是送给我的吧 嗯 我可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 陆以旬帮我带上 微凉的触感传来 一抹奇异的感觉 从心底应孕而生 但很快又被我压了下去 谢谢大哥 对了 陆董 爸爸怎么样了 陆以旬听到我快速改口 抿嘴轻笑 继而点点头 恢复得很不错 已经可以走路了 医生说下个月就能康复 所以 你很快就要去学校了 这个月底吧 陆以旬在读高三 前段时间 陆董事长发生意外 他陪同父亲去国外做手术 因此耽误了开学的时间 听到陆董事长没事 我也就放心了 谢谢你 妍妍 你救了我们这个家庭 陆以旬突然拥住我 诚挚地在我耳边说道 我会拥住他 不用客气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整个派对时间 邓泱泱的视线 都如影随形地跟着我 甚至我坐电梯上三楼房间 他也跟了上来 顾心言 你觉醒了 剧情对不对 我抬眸 神情不悦 你在说什么 邓泱泱紧紧盯着我 试图在我脸上 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别不承认了 要不然 事情根本不会这样发展 他倒是不傻 我当然不会承认 你疯了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某我带着音译的审视 你跟陆以旬他们一家 是怎么认识的 跟你有关系吗 滚下去 我现在要换衣服 对方下意识打量周围 这是你的房间 不然是你的 邓泱泱攥紧手心 谋底浮出浓浓的妒忌与恨意 不难理解 单单我这个房间的面积 轻而易举 就能碾压他们家 别墅一楼的总面积 更何况 这里可是寸土寸金的一号公馆 身为团宠文女主 她绝对接受不了 炮灰女配逆袭人生 彻底碾压 她这个女主角的剧情发生 你不说我也能猜到 你救了陆以寻她爸 对不对 真有你的 竟然改变了咱们 A城首富一家的命运 倘若不是觉醒了剧情 你倒是说说 还有什么理由能解释 一个炮灰女配 不好好走剧情也就算了 居然还挽起了旁门左道 顾心言 我能从你身边 抢走第一次 就能抢走第二次 邓泱泱毫不遮掩 她对我的仇恨 表情又很又利 赤罐罐的朝我发出挑衅 我慵懒的看向她 轻笑道 怎么 这么快就对你的好爸爸 这好妈妈腻了 我还以为你对他们 会有一点真情实感呢 嘖嘖 他们听到你这话 不得伤心死 你的官配是江辰 宠魅狂魔故意周 是这本书的重要男三 按照设定你这江辰毕业就结婚 一辈子恩恩爱爱 生儿育女 你确定要从温暖舒适的 Easy模式跳出来 强制篡改剧情 你就不怕万劫不复 邓泱泱一动不动 两只眼睛犹如X光线 像是要把我射穿 你果然觉醒了 没错 那又怎么样 她语气冷冽 目光灼灼 你一个炮灰 还妄想改变结局 事在人为 我改变了剧情 不是活得好好的 我不会让你如愿的 你算哪根葱 邓泱泱突然恼羞成怒 凭我是女主 这个世界必须围着我转 我脸上的嘲讽一定相当明显 要不然邓泱泱的表情 不会这么难看 说完了吗 说完就滚吧 我要换衣服了 我换了一件更加明艳动人的 绿色宫廷长裙走下楼 悠扬的钢琴声响起后 又这路已寻 跳了一支舞 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全场瞩目 在场的所有女生 无不艳羡地看着我 一曲完毕 周雪朝我走过来 有些感慨又酸溜溜的口吻 其实你这路已寻还挺配的 说什么呢 他是我大哥 又不是亲的 而且我感觉他看你的眼神 根本不像在看妹妹 我不太想讨论这个话题 今晚这么张扬 也属实不是我的风格 一切都是迫不得已 在我这路已寻跳完舞之后 我看到邓泱泱独自离去 接下来就是见证成效的时刻 没过几天 我就接到了我爸顾红斌的电话 对方强制要求 我晚上必须回去一趟 这还是几个月以来 他第一次主动联系我 晚上七点 王叔送我到家门口 新颜小姐 要我陪你上去吗 我摇摇头 不用 王叔 你在这等我一会就好 好的 我爸看了看王叔的车子 脸色有些复杂 在顾一周瞪泱泱的注视下 我坦然走上客厅 这么着急叫我回来 是有什么事吗 我妈走上来 朝我露出一抹关切的笑意 没什么事 新颜 这么久没见 妈妈爸爸有些想你了 想叫你回来一起吃个饭 你这段时间去哪了 过得好吗 亲生女儿失踪三个多月 她终于想起来问这句话了 我看向一旁的餐桌 果然挺丰盛 随意点点头 挺好的 饭我就不吃了 今天还有英语作业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我妈一愣 似乎没料到 我会这样干脆的拒绝 你现在倒是不得了了 怎么 跟你吃个饭 还要三一四请 我爸语带嘲讽 神情极为不屑 随便你怎么说 我真没时间 先走了 给老子坐下 我爸突然吼到 像是积累已久的情绪 突然爆发 我知道 他心里憋着一口气 他那大男子主义脾气 也不是一天两天 平时都还好 一旦别人忤逆他的意愿 他就会怒火中烧 这几个月以来 他应该是一直都在等 我在外面过得奇惨无比 最后受不了回家 跪在他面前 忏悔三天三夜 可惜 我不仅过得不错 还过得相当不错 甚至已经认了 别人当爸妈 估计他心里 早已气得暴跳如雷了 我到底是坐到餐桌上 也不是怕我爸 主要是想看看 他们打的什么主意 听说你现在住在一号公馆 嗯 你怎么会跟陆振南一家 扯上关系的 陆董事长出去爬山坠崖 之后被我救了 我爸冷哼一声 所以你认了他们夫妻俩当爹妈 我那个时候无处可去 他们还以为我是孤儿 所以就领养我了 有问题吗 啪 对方重重将筷子拍在桌子上 顾一周阴阳怪气地看着我 顾心言 你这不是打爸妈的脸吗 为了攀上高枝 你可真是煞费苦心 我乐意 你管得着吗 邓泱泱睁着一双小鹿般无辜的眼睛 若若说道 哥哥 你别这么说姐姐 我相信姐姐一定有她的苦衷 我点了点头 我的确有苦衷 他们家的房子太大了 两个儿子长得太帅 陆夫人太美太好 我一直都很想有这样的妈妈 因为是发自内心想成为他们的家人 所以才同意的 对面几人同时黑了脸 我妈有些受伤地看着我 心言 你 妈妈 对不起 就好像你说 第一眼看到邓泱泱就非常喜欢她 希望她能做你的女儿 我第一眼看到陆夫人 也非常非常喜欢她 你不知道她有多美多优雅 我真的很想有这样的妈妈 所以你能理解我吧 我妈没有在说话 眼中只有沉默 够了 顾心言 你是故意回来气爸妈的吗 顾一周再也忍不住 大声冲我发飙道 当然不是 我只是实话实说 就好像我有了路易斯这路易循 这种风靡全校的万人迷哥哥 谁还会想起你这清歌呢 顾一周听了我的话 脸色铁青 嘴唇紧敏 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看着漠不作声的众人 我放下筷子 不好意思 这顿饭好像被我搞砸了 我看我还是早点走吧 心言 妈妈最终叫住了我 怎么 她犹豫一下 还是说道 对不起 妈妈以前的确忽略了你 我跟你道歉 你能原谅我吗 当然可以 我不带感情的笑笑 对方松了一口气 你在陆董事长家住了这么久 应该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妈妈和爸爸想去上门拜访一下你们 你看什么时候约个时间 不用了 我爸爸 陆董事长目前在国外还没回来 至于陆夫人平时工作也非常忙 所以不太有时间见客 你都还没问 怎么会知道你们没有时间 因为我压根就不想替你们约 我妈眉头紧簇 语气不满 这是为什么 妈 你们究竟只是想单纯拜访一下 还是另有所图 别人很容易分辨出来的 对方微微一顿 你这孩子说什么呢 您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 顾心言 我们把你养到这么大 你就是这么报答我们的 我爸神情冷烈 终于再度开口 我抚着额头 冷笑 你们是我的亲生父母 把我养到初中毕业 还想邀功吗 放心吧 这些年的费用 我会一并算给你们的 等到18岁 我就会把户口签出去 咱们也不用再来往了 好 好的很 你这个不孝女 给我滚出去 现在就滚 好的 不打扰各位了 拜拜 我麻溜起身 生怕对方会反悔 我以为我的立场 已经表达得够清楚了 但显然别人并没有当回事 周六一早 林管家说外面有人找我 等到那人走进来 竟然是邓泱泱 姐姐 她拎着一个饭盒之类的东西 满脸愉悦地朝我走过来 妈妈做了酱牛肉 这可是你以前最爱吃的 她特地让我带一盒过来给你 嗯 邓泱泱看着我 眼睛弯成了月牙 眼眸带笑 一脸的天真无邪 一号公馆这附近打不到车 也没有公交 她应该是走着过来的 额头上都渗出了汗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 她跟我的关系有多好呢 特地在周末的大清早 走路过来 为了给我送一盒酱牛肉 不需要 你拿回去吧 蜈蚣不受禄 再说 我怕她给我下毒 姐姐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只要你能原谅我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可以立刻从家里搬出来 爸爸妈妈真的很想你 你就跟我回去吧 邓泱泱睁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本领 可真不是盖的 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要演给谁看 就不得而知了 你搬不搬出来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要打这种幌子来找我 拿着你的饭盒回去吧 邓泱泱更委屈了 眼泪说来说来 姐姐 我是真的很希望你能原谅我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淡然瞥她一眼 正要说话 恰逢一身白涕黑裤的路易循 从楼上走下来 看见我和邓泱泱的这副局面 而微微一愣 怒 学长 邓泱泱扭头 做出一副惊讶状 小心翼翼的换道 路易循清俊的眉眼微挑 语气疑惑 你是 邓泱泱下意识朝我望过来眼 轻轻咬了一下嘴唇 窃窃又道 路学长 我叫邓泱泱 是汉林学院高一的新生 也是 顾心严的妹妹 路易循恍然点点头 礼貌朝对方打了一个招呼 你好 学长好 邓泱泱的声音轻柔婉转 再配上她欲言又止 甜美可人的外表 果然挺赏新月幕 大清早你们俩站在这干嘛 坐吧 邓同学 邓泱泱象征性的犹豫两三秒 最终印下 谢谢学长 事实证明 邓泱泱这个团宠文女主 还是有点东西在身上的 仅仅一个早上 她和路易循似乎就已经认识了 第二天周日 邓泱泱又如法炮制的来到路家 继续昨天那一套说辞 姐姐 你真的不能跟我回去吗 关键是她一边说话 还一边瞄着楼上的动静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我算是看出来了 团宠文女主一个最重要的特质 就是脸皮要厚 算她运气好 没过一会儿 她还真蹲到了路易循 今天收获更大 两人甚至加了微信 离去时 我看到邓泱泱翘起的唇角 压都压不住 看我的眼神又回归到从前 冷冽我带着十足的挑衅 没过几天 我在学校 偶遇到失魂落魄的江辰 而一改往日的意气风发 正一脸卑微的拉着邓泱泱 为什么这几天都不接我电话 没空 泱泱 发生什么事了吗 什么都没发生 江辰 别再缠着我了 邓泱泱满脸不耐烦 语气里透着浓浓的嫌弃 和此刻低到尘埃里的江辰 形成强烈对比 我一直以为 邓泱泱是有一点喜欢江辰的 毕竟而长得还挺帅 初中那会儿 学校里很多女生都暗恋 家境也不错 江父江母经营着一家中型工厂 一年妥妥小千万入账 上一世 邓泱泱来我家没多久 就把江辰聊到了手 两个人如胶似漆 单柴烈火 大学毕业后 在所有人的祝福下 直接迈进婚姻殿堂 小两口别提有多幸福了 真没想到 我这个炮灰女随便一个举动 竟然也改变了男主江辰的命运 邓泱泱肯定是看不上她了 她现在正及我火力攻下陆一旬 江辰家里虽然有点小钱 但跟陆家这种old money一对比 瞬间秒的渣渣都不剩 就连颜值方面 江辰也拼不过 陆一旬有多帅 这么说吧 套用一句周雪的话 陆一旬帅到每根头发 看起来都像有八百个女朋友的样子 只能怪这本不是什么霸总文 只是一本校园小甜文 男主江辰的人设 也不是什么颜值逆天 全是滔天的狂拽酷血男 只是一个家境上算富裕温柔 有爱清秀温暖的帅哥一枚 倘若还像上一世 我这个炮灰女疯狂暗恋着江辰 既不认识陆一旬这种折仙式的人物 也没有住进一号公馆这种顶级富人区 邓泱泱和江辰的感情 肯定还是像上辈子一样 要多好有多好 只可惜 邓泱泱注定是个不安分的 让她眼睁睁看着我这个炮灰女配上位 日子过得比她还滋润 那简直比杀了她更难受 周五晚上放学 我和周雪在步行街逛了一会儿 回家后 赫然发现邓泱泱正坐在陆家客厅沙发上 林管家手里拿着一个药箱 陆以寻常身玉力 站在一旁 我醋了醋眉 怎么回事 几人回过头 我看见邓泱泱一只裤腿高高挽起 她拿着药箱 似乎准备帮她清理伤口 姐姐 邓泱泱有些不知所措 我无虞 又是这出死样子 她都眼不腻吗 到底怎么回事 经过陆以寻一番解释 我总算搞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邓泱泱过来一号公馆找我 正好偶遇出去跑步的陆以寻 两个人看到一只小猫被花坛边的铁丝网缠住 邓泱泱自告奋勇去救那只小猫下来 结果却被生锈的铁丝划伤 于是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陆以寻只好带她先回来清理伤口 这个剧情 我好像有些眼熟 上一世 邓泱泱和江晨共同领养了一只小狗 叫布丁还是什么的 据说是两个人外出时看到一条奄奄一息的小狗 邓泱泱将她就回来后决定收养 这条狗也成为她和江晨甜蜜爱情的美好见证 因为是两个人第一次领养小动物 她是布丁的妈妈 江晨则是布丁的爸爸 后来 我无意间得知 那条小狗根本就是邓泱泱故意弄伤丢在路边的 因为江晨喜欢小狗 所以她才不下了这样一个局 目的是为了让她和江晨之间的感情更进一步 我撇向旁边那条脏兮兮的小白猫 耳边突然响起甜甜诺诺的声音 陆学长 你觉不觉得她长得好可爱 不如我们给她取个名字好不好 就叫布丁怎么样 邓泱泱那张笑叶如花的脸映入我的眼帘 果然 她在试图将陆以寻变成男主 江晨喜欢狗 陆以寻喜欢猫 她还真是会投其所好 我将目光看向陆以寻 正好而也朝我看过来 两人视线相撞 不如叫她丑八怪吧 长得实在太丑了 大哥 你觉得呢 我良良道 陆以寻眸色微动 语带调侃 长得确实不怎么好看 邓泱泱神色一僵 笑意浅了几分 那只小猫顺理成章的在陆家养下来 她成了邓泱泱的助攻 使得她来一号公馆的频率更高了 就连陆夫人也认识了她 偶尔还会和邓泱泱交谈几句 我经常听到花园里喧嚣的声音 布丁 过来 到妈妈这来 可能没多久 她就该说 布丁 到爸爸那儿去 傍晚下楼时 我看到路易斯百无聊赖的 逗弄的那只小丑猫 二哥 你上次喂布丁 是什么牌子的猫粮 我看她还挺喜欢吃的 邓泱泱凑过去 语气透着她独有的娇称 待她反应过来后 脸上浮出一抹羞涩 抱歉 路易斯 我能像我姐姐一样 叫你二哥吗 路易斯倒是没有很矫情的说什么 只是淡然点头 随便你 二哥 她笑音音唤道 我的脚步突然顿住 邓泱泱的野心 似乎比我想象的还要大 她不仅要把路易循 变成男主 还要将路易斯 转换成顾一舟的角色 她想把这两兄弟 都一网打尽 然后 彻底取代我的位置 趁邓泱泱快要回家时 我将她叫到楼上 我跟你回去 什么 她慢条思理的抬起头 你不是要我搬回去吗 我同意 帮我拿行李吧 我看以后你还有什么借口来着 邓泱泱像听到什么了不得的笑话 双手抱胸 就要挑衅地看着我 顾心言 你算个什么东西 要我帮你拿行李 你爱搬不搬 我要告诉你的就是 这幢房子我迟早会住进来 她终于不装了 口气真不小 我冷笑 白日梦做得不错 团宠的女主 混到你这个份上 也算得上一朵奇葩 脸皮比城墙还厚 那只猫怎么来的 你心里没点数吗 So 那又怎么样 顾心言 我说过 我能从你身边夺过第一次 就能夺走第二次 正好你们那个家 我已经住得有点烦了 一号公馆倒是深得我喜欢 只有这样的房子 才是我应该住的 你说的没错 跟陆一旬两兄弟比起来 顾一周 连毛坑里的区都不如 江辰也还给你吧 我对儿已经没兴趣了 不如咱们各归各位 你回顾家 我来陆府 我长这么大 就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人 邓泱泱简直刷新我的认知 太阳学一跳一跳的 我不会让你如愿的 她轻松一笑 语气自意又嚣张 那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很快 邓泱泱就嚣张不起来了 陆夫人突然宣布 一家人要暂居国外 因为陆董事长身体虽然康复 但还需要坚持做附件 国外的医疗团队建议 而暂时不要回国 以便随时能复查 陆夫人稍作思考后 决定全家移居欧洲 等过个三年五载 陆董事长身体好些之后再回来 反正国内的事业有专人打理 基本不需要操心 房子也会雇人看管 邓泱泱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 不易于被炮弹轰过一样 懵圈了好半天 她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所以 你们全家都要搬去国外了吗 嗯 不盯你 大概要自己带回去了 陆以旬将那只小丑猫的猫粮 一并交给邓泱泱 对方的表情还是懵的 正正朝我看过来 那顾心言呢 心言当然跟我们一起走 陆以旬理所当然地说道 凭什么 邓泱泱失声叫起来 下一秒 她凌厉愤恨的目光 书弟朝我扫射过来 那般深仇大恨的模样 就好像我刚刚弯走了她的心 她如此激进的模样 让陆以旬有些莫名其妙 什么凭什么 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邓泱泱表情有些仓皇 我 我的意思是我爸爸妈妈会想她的 她不能跟你们一起走 这个恐怕得由她自己决定 心言 你要跟我们一起走吗 我想到一件事情 听林叔说 你们之前住在法国的一座城堡里 那是我外公很早就买下来的 在法国南部的里昂 怎么 陆以旬眉眼低垂 不明所以看向我 我朝而笑笑 没有 我长这么大还没住过城堡呢 所以一定要去瞧瞧 陆以旬好像松了一口气 下意识用手扶了扶我的头顶 放心 保证你住一天就会爱上那里 邓泱泱的嘴唇差点被她咬出血来 手指深深掐进肉里 她极力地克制隐忍 脸色却还是黑得要命 晚上 王叔送我回顾家 毕竟下个月就要出国了 我想把自己以前放在家里的东西整理一下 看有没有用得着的 邓泱泱也在车上 怀里抱着那只小丑猫 她的表情让我感觉她随时会把那只小丑猫掐死 终于到家后 她将那只猫扔在地上 回过头 表情扭曲 顾心言 你很得意是不是 我当然很得意 尤其是看到她这副快气疯的模样 简直美煞我也 得意倒谈不上 但心情挺好的 邓泱泱咬牙切齿 你去了国外又怎样 不过是个炮灰女配 确实 我这个炮灰女配 终于要远离你这个团宠文女主了 从此咱们俩天各一方 各不相干 祝你和江辰甜甜蜜蜜恩恩爱爱 我妈 最近觉得陆以寻还挺帅的 反正我跟她也不是真正的兄妹 你懂吧 邓泱泱基于陆以寻这么久 也许早就开始幻想她和对方的婚后生活 以及自己入住一号公馆的画面 我说这话不亚于在杀人助心 果然 下一秒 邓泱泱的表情已经算得上是争鸣无比了 活了整整两辈子 我终于在这一刻体会到酣畅淋漓的快感 泱泱 你在吵什么 门口有声音传来 原来是爸妈回来了 心言 你回来了 妈妈看到我 神情意外 回来拿点东西 一会儿就走 我淡然硬声 随即走进房间 不多时 我妈走进我的房间 东拉西扯的聊了一会儿 虽然我明显看出来她有话要说 但也不想主动了 心言 我和你爸商量过了 既然你喜欢二楼那个房间 那就让给你住 泱泱也同意了 迟来的关心比草剑 不用 我下个月要出国了 几年之内都不会回来 你们想怎么住就怎么住 我妈表情危正 你要出国 嗯 陆夫人决定要暂居法国 我跟他们家一起去 应该会在那边念完高中甚至大学 我妈脸色一变 语气里透着责备与不满 难道你真的不打算回这个家了 你们一家四口 不是生活得挺开心的 我在那边也过得非常愉快 这样挺好 互不打扰 顾心言 别忘了 你是我生的 我当然没忘 放心吧 等到您和爸爸六十岁之后 我会每个月给你们打生活费的 不用 你真要报恩的话 现在就替我把你爸爸引荐陆夫人 我停下整理箱子的动作 心下了然 这就是他进来的原因 其实我早就料到了 上一世这个时候 我爸顾红斌的公司资金链断裂 遭遇到一些问题 险些倒闭 最后妈妈和爸爸让我去求江太太 也就是江澄的母亲 江伯母非常喜欢我 几乎是从小就认定我是他们家的儿媳妇 邓泱泱没来我家之前 我曾一度以为自己会跟江澄结婚 但青梅不敌天降 后面我和江澄的关系越来越差 两个人不了了之 江伯母有多喜欢我 就有多讨厌邓泱泱 他一直觉得邓泱泱心机深沉 居心叵测 不得不说 这点我和江伯母的看法很一致 江澄喜欢上邓泱泱之后 江伯母对我很愧疚 他知道我对江澄的感情很深 于是 在我去请求他帮我们顾家渡过难关时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 正是有了江氏资金的注入 我爸的公司才得以缓解过来 走上正轨 想不到这一事 我妈居然改了主意 让我去暴露夫人的大腿 汉林集团董事长夫人的大腿 的确是要比江伯母的粗多了 我冷冷一笑 给我个理由 你爸的公司遇到了麻烦 需要一笔资金 抱歉 我无能为力 我妈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顾心言 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 这么点事 你都不能为我们做 你忘了 这些年你是怎么长大的 我勾纯 原来你还记得我是你的亲生女儿 为什么邓泱泱的房间在二楼 有豪华浴缸 有落地窗 我却住在一楼的保姆房 为什么邓泱泱去念 六十万一年的贵族高中 却让我去读一万一年的普通高中 什么一万一年普通高中 你不是也在汉林学院吗 对方不耐烦地打断我 因为上辈子你就是这么对我的 我忍不住大声吼道 你跟我爸花重金 为邓泱泱在五星级酒店办婚礼 花几百万让顾艺舟去留学 却不舍得花一毛钱给我去看病 上一试 邓泱泱结婚的前几天 顾一周从法国回来参加她的婚礼 一家人其乐融融 那几天我严重感冒 工作又不太顺 于是给我妈打电话 泱泱的婚礼你就别来了 你之前勾引江城的事 她心里还是有根次 你们俩最好别见面 我们也丢不起那个人 我妈的话让我身体忍不住发抖 她所说的勾引江城的事 是指一年前邓泱泱和江城订婚的那天 我不小心喝多了 第二天起来 却发现自己在江城的床上 邓泱泱几乎哭晕过去 最后江城发毒誓说她睡着了 什么都没做 邓泱泱这才原谅了她 两人和好如初 我却差点被顾江两家所有亲戚笑掉大哑 我爸当即就宣布跟我断绝关系 说她只当自己从来没生过我这种不知廉耻的女儿 以后她的财产也只会留给顾一周和邓泱泱 所有人都同情江城和邓泱泱 怪我这个绿茶婊 毁了那对小情侣的订婚典礼 但实际情况是我从来都不喝酒 订婚典礼那天我只是喝了邓泱泱递过来的一杯橙汁 后面就不省人事 没有人愿意听我的解释 包括我最亲近的家人 气到发抖的我 终于在邓泱泱结婚当天的早上 在电话里炸出了她的实话 也许是被即将到来的幸福冲昏头脑 让她放松了警惕 电话里邓泱泱得意洋洋的朝我吐出真相 没错 你杯子里的药确实是我下的 那又怎么样 谁会相信呢 顾欣言 谁叫江城他妈那么喜欢你 你这种炮灰女配实在太爱事了 我就是要给你点颜色瞧瞧 我要的就是她这句话 是吗 不知道一会儿婚礼上 你还能不能笑得这么得意 意识到被录音的邓泱泱 很快反应过来 最后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使她的封批追求者捅死了我 最后 我倒在那个寂静脏乱的小巷子里 绝望的孤零零的死掉了 想起上一世那个悲惨又可怜的自己 我心我的恨意肆意蔓延 我妈却是一脸嫌弃的表情 你疯了吗 莫名其妙的在说什么 半赏 我总算收回了情绪 你凭什么觉得我将陆夫人引荐给你们 人家就会无条件帮你们注入资金 我不想掺和到你们的人和事情中 更不想被人说邪恩图报 你们自己解决吧 我没有理会我妈的话 又干净利落的给姜伯母发去一个视频 之后将手机连续关机一个礼拜 提醒领管家 任何人来一号公馆找我都不见 半个月后 我爸果然破产了 盛世江南的房子被而已抄低价挂到网上 为了避开债主 听说一家人要搬到乡下去住 邓泱泱意识到事情的严重 赶紧回过头去找江晨 却发现对方已经出国了 他连而去了哪个国家都不知道 邓泱泱厚着脸皮去找姜伯母 却只换来对方凌厉凌厉的白眼 究其原因 是我发过去的一段视频 一段江晨跪在地上 苦苦哀求邓泱泱的视频 那一阵邓泱泱正在攻略路一巡 原本已经答应要做江晨女朋友的他 移情别恋后非快甩了对方 不料江晨是个恋爱脑 一直缠着不肯放手 恰逢那晚我回去拿东西 于是在家门口拍下了那一小段视频 眼见自己的儿子如此卑微 本就不喜欢邓泱泱的江伯母 气得差点吐血 火速安排江晨退学出国 等到我爸妈在上门去请求帮助时 心高气傲的江伯母 直接宣布与顾家断交 于是我爸就破产了 得知这些事情之后 我还挺淡定的 在我心里 你们一家人与自己早就已经形同陌路 周五我在学校门口见到了我爸 而看起来挺憔悴的 像是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家里的奔驰已经换成了杂牌车 而且他今天是来给顾一周和邓泱泱 办理转学的 两人似乎要转到乡下读高中去了 顾一周就像是被双打的茄子一样 无精打采 至于邓泱泱 他的样子还挺平静 但我知道他在故作镇定 身为团宠文女主 他这下可算是彻底玩脱鬼了 原本只要他不做死 轻轻松松就能拿下江城 即便是江伯母不喜欢他 但也并不妨碍他一毕业就嫁底江城 成为江少爷的小娇妻 他可以享受优渥富裕的生活 每天和朋友下午茶 使劲买买买 现在 一切都变成水中月境中花 辛辛苦苦这些年 一朝回到解放前 邓泱泱可是好不容易 从小镇上的工业院走出来的 现在却要被打回原形 回乡下去了 他又如何能甘心呢 没准心里正在滴血 我爸看到我 脸色很不好 但看到我身边的路易斯 而什么也没说 王叔的车已经到了 等我走过去 关上车门 冷不叮对上邓泱泱的眼神 我只觉身上一阵冷意 毫不夸张地说 他像一条恶毒的眼镜蛇 正阴侧侧地盯着我 让人变身寒意 我还是给顾一舟打了电话 让他防着点邓泱泱 顾欣言 你还想怎么样 电话里都能听出来 对方的语气十分之差 什么怎么样 我们一家人都被你害得这么惨了 还要过来看笑话 知道你要出国 了不起 以后别再打过来了 我本想直接挂断 最后还是问了一句 什么叫被我害得这么惨 顾一周轻蔑的冷哼 你可真行 顾欣言 爸妈好歹把你养这么大 竟然眼睁睁看着我们家破产 也不搭把手 我倒要看看 你这种人将来能落个 什么好下场 放心 最坏的下场我已经经历过了 而你们现在的结局 才是最有应得 话刚说完 那边啪了一声就暗掉了 周六 我妈打电话过来说 你们过两天就搬到乡下去了 欣言 我跟你爸爸想请陆夫人一家吃个饭 毕竟你在别人家里住了这么久 马上又要跟他们出国了 还真是贼心不死 不用了 他们没时间 怎么会没时间 妈妈跟你保证 我们就单纯的想感谢一下人家 你觉得 我会相信你的话吗 电话里 我妈沉默了一会 欣言 妈妈最近想起很多以前的事 觉得挺对不起你的 趁你出国前妈妈想跟你道个歉 再诚心诚意的感谢一下陆夫人 没有一丁点别的想法 你能答应我吗 半赏陆夫人这几天不在家 那 我问下陆一旬有没有空吧 也可以 反正我们的意思到了就行 隔天 顾一周将农庄的定位发给我 出发前 我还是有些犹豫 拉住陆一旬 其实你可以不用去的 我一个人去就好了 对方脸眸 深邃的眉眼 弯出一抹笑容 只是跟你爸妈吃个饭 你会不会太紧张了 我叹口气 他们肯定没什么好事 搞不好是问你借钱 你千万别理你们 陆一旬十分听话地点点头 好 听你的 因为是吃晚饭 到达农庄的时候 已经到了傍晚 我妈热情地迎上来 和陆一旬打招呼 我爸脸上 也露出难得的笑容 顾一周和邓泱泱都在 餐桌上 陆一旬谈吐优雅 风度翩翩 我妈看起来对她很喜欢 一个近地和她聊天 邓泱泱在一旁殷勤地倒着茶水 两只眼睛 差点长到陆一旬的脸上 辣子鸡丁有些辣 我被呛得不行 邓泱泱忙不迭 去外面拿了一杯冰水给我 姐 你还好吧 撞上她一脸关切的目光 我不动声色地接过水杯 抿了一小口 中途 陆一旬出去接了个电话 我妈犹犹豫豫 几番欲言又止 心言 陆夫人家里那么有钱 多送两个人出国也无所谓吧 你哥成绩那么好 转到乡下实在可惜了 泱泱也不想去乡下 要不然 我放下筷子 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我妈叔弟住口 没再说下去 吃过饭 我有点饭困 外面夜幕早已降临 很困的话 你去客房休息一会吧 你和陆少爷 今晚上就别回去了 你爸在农庄定了几间客房 你们一人一间 妈妈想多跟你说会儿话 我心里一阵发凉 直到对方将我送到客房门口 我叫住正要离去的母亲 妈 你应该知道陆一旬的身份吧 她有些莫名地看着我 当然 怎么了 没怎么 我只是提醒你一下 她是汉林集团董事长陆震南的长子 也是整个陆家未来的继承人 希望你能搞清楚这一点 我妈的表情微微一正 灰蒙蒙的毛子似乎色缩了一下 即刻转过头去 我知道 我猜到爸妈有事瞒着我 但没想到他们那么疯 竟然敢纵火 等我察觉到房间内有烟雾飘进来时 走廊上已经燃起冲天的火光 我吓出一身冷汗 赶紧冲出去找陆一旬 却发现门怎么都打不开 外面的火光越来越猛 我的心跳越来越厉害 王叔 我突然想起来了 陆一旬一直让王叔在农庄外等着我们的 我赶紧掏出电话 还未来得及拨号 后面的窗户传来一阵巨响 我回头一看 只见王叔手拿一把铁锤 将原本的铝盒窗敲了个稀巴烂 新颜小姐 快从这里出来 王叔喊我 我赶紧跑过去 焦急询问 陆一旬呢 一旬少爷已经出来了 在下面 我松了口气 往窗户下探去 果然在青石路上看见了对方 迅速爬上窗台 虽然距离有点高 但这会儿也顾不了那么多 只能咬牙跳下去 好在陆一旬稳稳接住了我 我差点起不来 心脏像打鼓一样 砰砰砰直跳 陆一旬见我脸色苍白 语气关切 怎么了 我捂着胸口 后怕的说道 幸好你没事 要不然我只能自杀谢罪了 而居然还笑得出来 有那么夸张 一点也不夸张 就算我有一百条命 都不够赔你这一条 等我们几个绕到前院时 刚刚住的那排客房 已经被一片活海笼罩 我妈瑟瑟发抖的站在花坛旁 好像已经下惨了 我走过去 妈 这到底怎么回事 她看到我 像是见到鬼一般 心眼 你 你没事 不要告诉我 这是你们放的火 我妈的眼泪瞬间掉下来 慌慌张张的摇头 我 我们也不是故意的 果然如此 我只觉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你们疯了吗 她的眼泪掉得更凶了 是泱泱 泱泱说 只要我们放火演一场戏 如果能够在火灾中 就下路一旬 到时候 陆夫人一定会送她和义州去留学 她还说 你当初就是靠运气救了陆董事长的 我们也没料到 今晚的峰会这么大 火势这么猛 我真是服了邓泱泱这个蠢货 亏她想得出来 我爸还有顾义州呢 她 他们去喊人救火了 火势太大 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等待消防车的到来 好在陆一旬之前打了119 没多久 我看到我爸和顾义州 跌跌撞撞地跑过来 看到我和陆一旬 二人脸色惨白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泱泱呢 我妈突然问道 父子俩一愣 泱泱不是出来了吗 气氛陷入诡异的沉默 我还挺喜欢这种氛围的 不会烧死了吧 对面三人明显颤抖起来 烧死她一个人也就算了 万一祸及别人 爸 你们等着坐牢吧 以前那些新闻 你们应该也看过 就像一根紧绷的弦 突然断裂 我爸轰然倒地 坏消息 邓泱泱没烧死 好消息 她毁容了 全身烧伤面积达到70 听说手指都烧没了 就算江辰对她是真爱 以后挣脱江伯母的稚固 重新回来找她 也可能会被吓跑出二里地 别人我不清楚 江辰可是妥妥的外贸协会成员 至于我爸妈 虽然火灾没有造成其二人员伤亡 但那家农装损失惨重 老板以雷霆之诉 将他们俩告上法庭 我爸煮饭 我妈从饭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具体多少还不太清楚 而故一周 由于爸妈担下大部分责任 加上还差几个月才成年 于是逃过一劫 虽然免于刑罚 但山一样的债务可不轻松 农装老板也不是慈善家 听说他要辍学去打工了 骄傲自负的顾一周 再也延续不了上辈子的辉煌 只能成为云云众生中的一只蝼蚁 说到邓泱泱 住院期间我去看他了 全身包裹得像一具木乃衣 完全认不出是个人 他一见到我就大呼小叫 锅躁得不得了 由于脸上裹着纱布 我也看不清他的表情 只能从一双疯狂激愤的眼睛 我猜出他对我友好的问候 我摇摇头 轻叹一声 也没什么事 就来看看你的惨状而已 以后不会再来了 咱们俩的恩怨也落幕了 你那天应该是打算烧死我的吧 要不然我的房门这窗户 也不会无缘无故打不开 也许这就是多行不易必自毙 你想开一点 下半辈子好好过 虽然这不太可能 一个人赢一次 咱们也算打个平手 握手言和吧 不好意思 忘记你手没了 痛苦凄厉的哀嚎声在病房内响起 护士急匆匆跑过来 看怎么回事 我赶忙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我本来想安慰一下他来着 谁知他太激动了 从医院走出来 王叔的车正在外面等我 人家都说 有减入奢依有奢入减难 这些日子 大小节当习惯了 以后他应该会很不适应吧 回到一号公馆 我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 事实上 除了少量衣服和洗漱用品 真没什么好整理的 我打算等陆夫人回来后 就向他辞别 现在网上看他房子好了 故意中那边的债务 我是一毛钱都不会替他扛的 租个小单间 压力倒也不算大 至于学费方面 读完这学期 我就要马不停蹄地转学 汉林书院的学费 我可负担不起 敲门声响起 近来 是陆以寻 而一下就看到了 床上打包好的行李 梅雨兼威不可查地蹙了蹙 你在做什么 我朝而笑笑 没什么事 趁着有空整理一点东西 你要搬出去 嗯 差不多吧 为什么 陆以寻认真看着我 在这住的不习惯吗 倒也没有不习惯 相反 我就是太习惯了 怕将来有一天 会承受不住心理落差 再说 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理由 住在这里了 那个 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的照顾 但天下没有的宴席 我差不多也到了要走的时候 陆以寻稍稍沉默一下 表情异常柔和 你打算搬去哪 不知道 还在找房子 你可以一直住在这 上学也方便 你和路易斯一个年级 下学期我应该会转学 他眼神错愕 为什么 真是不识人间烟火气的大少爷 我正要解释 陆以寻似乎明白过来 汉林学院每年都有几个资助生名额 学费全免 你完全可以不用转学 是吗 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如果能拿到资助生名额 倒是省得转学了 至于住宿方面 我是真的不太喜欢欠任人家的 当初住进来 也是因为和陆夫人互惠互利 我救了陆董事长 他助我一臂之力复仇 现在 我们已经两步向欠 我记得你之前说我们都在一本书里面 你是炮灰女配 我是连姓名都没出现过的陆仁甲 陆以寻想起什么 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四在等我的回答 这话我的确哥说过 那天 我在手机上刷到一则新闻 报道的是 本市首富汉林集团董事长陆振南 突然失踪的消息 看到新闻的 我突然间醍醐灌顶 因为上一世 我也刷到过这则新闻 这位超级大富豪 平生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甩掉自己的保镖 一个人去深山老林里探险 最终在阴沟里翻了船 陆董事长是在爬五指风山的时候 不小心在一处悬崖上坠下去 由于营救不及时 以及昏迷时间过长 最终导致不治身亡 年仅50岁 我记得 上一世搜救队 是在五指风山的第三个指风下 找到陆董事的 想起这条线索后 我马不停蹄 租车去了五指风山 一个人在深山里 找了他半个晚上 终于找到 已经昏迷整整两天的陆董事长 我发射信号弹 又打通市民热线 没多久 直升机就盘旋在上空 在医院里 陆一旬第一次见到我 他奇怪地问我一个女生 为什么会三更半夜 出现在深山老林 鬼使神差的 我竟然对他说了实话 到现在 我都还记得 而当时一言难尽的表情 你还是不相信 陆一旬摇摇头 其实我早就相信了 你能告诉我在原书里 我爸爸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样吗 我顿了顿 还是说道 他过世了 在深山里昏迷了七天 搜救队来得太晚 陆一旬看起来 并没有多意外 像是他早就料到了我的回答 忽然他抬起头 目光明亮 语气诚挚 心严 你也许永远都不明白 我爸爸对我 对我们这个家族意味着什么 你可以在我们家住到天荒地老 甚至向我提出任何要求 我当然知道 陆一旬不是在表白 而是表达感谢 但也太酥了点 任何要求都可以 他轻笑一下 是 我的心砰砰直跳 这简直像一把上方宝剑 陆一旬好像对我太大方了一点 万一每天我让你当我男朋友呢 算了 不住白不住 我也懒得矫情了 更何况 谁能顶得住陆一旬这样温柔的语气说话呢 就这样 我继续在一号公馆住了下来 一直到高中毕业 然后又和陆一斯同一年去了法国留学 好巧不巧 还是上辈子顾一周就读的那所名校 入学第一天 我常让在风景如画的校园中 一旁的陆一旬帮我拍了好些美美的照片 随后忍不住发了一个朋友圈 几年不曾联系的顾一周 在我的朋友圈下面点了一个赞 我没说什么 心中甚至没有任何波动 对于此时的我而言 他与陌生人无异 我们的人生轨迹 就像两条交叉而过的直线 越来越远